但是這場戰士很多人是希望盡快的來告一個段落 原因是因為死傷數字真的是太慘太慘了 但是剛剛我們也講到了土耳其 土耳其在這一次大家就看到他一些態度了 因為土耳其基本上如果對他有了解都知道他是北約成員國 跟美國也算是長期在安全上面有合作 包括先前本來要買F-35後來不是很開心 沒關係改買F-16 包括先前他們其實也是有美軍基地的 現在跟美國有很多軍務上面的一個合作 可是你看看這一回在以色列的事情上面 他說不見就不見 他自己選舉的時候艾爾頓還曾經指控說 你CIA企圖想要來顛覆我的政權 好像他對美國這一邊 他其實有辦法再游走在歐洲或是歐美勢力 跟亞洲這一邊的勢力之間 他能夠做到一個中立 因為你看他跟普丁也可以講得上話對吧 這樣子的一個國家大家開始在講了 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未來在兩強權之間 能夠游走在中間的一個方法 能夠在位那麼久不是沒有外交手段的對吧 像歐洲澳洲大家開始在思考 他是不是也開始在兩方之間夾縫求生存 原因是因為睽違七年終於 艾班尼斯喊了好久可以去中國 習近平跟他會見 也說兩國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頭 那中澳關係有好轉的跡象 因為已經消除了雙邊的貿易障礙 部分障礙 大家就開始在思考 其實他去中國之前 他是先去了美國好嗎 他先去了DC 可是去了那一趟 有人是這麼頻繁 說他空手而歸 這一回到了美國 因為他也參加了進國會 收穫滿滿 所以拜登就直接跟他講 小心跟中方打交道 是有風險的 口頭上當然防務上頭 美方支持因為是All cause 可是問題是 譬如說潛艦議題 譬如說真正的安全議題 到底有沒有具體的推動呢 美國現在比較具體 有啦 看到他去了中方之後 馬上派了一個高級代表團 說要來訪問澳洲 要跟他在推進All cause的合作 但是真的會有實質的進展嗎 實質進展在哪裡 在進博會裡面 那你們來看到的是 在進博會的人數翻倍了 現在環蛇報導是說 這個是叫中國機遇 那對於澳洲來講 應該是個機遇沒錯 原因是因為 他們來參加企業創歷史新高 同時什麼 在雙方的關係 確實有長足的一個進展跟發展 美國這一次 他們自己也來參展 他們就說了 其實基本上 中國是美國出口的最大目的地 也希望可以好好的 掌握這個貿易夥伴 你看看第一天 他們的企業就簽了3億美元 做生意有錢賺 錢就不分任何的黨派立場 不分任何的國家 大家都是需要吃飯的 那你來看看日本 日本先前跟中方這邊 當然有很多的關係上頭 跟著美國老大哥走 包括他們自己拍放的 這個核廢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但是他們也要參加進博會 350家的日本企業通通都來 還是外企規模裡頭最大的 不過比較有趣的是這一個 就是日本因為排放核廢的關係 所以現在他們在中國的出口水產市場 大跌了99% 而這一些就發現 挪威在今年的會場裡頭 海鮮出口上增加50% 大家開始在說 是不是希望能夠把這個市場給吃下來 在這一次的進博會裡頭 能夠大大的斬進 其實每一次的進博會 大家都看到 是各國一起來到中方這邊 來賣產品 所以澳洲現在 他們也開始在思考 他們的葡萄酒 今後兩國關係 更加的往前之後 是不是有辦法 譬如說明年就能夠開始更加的徵收關稅等等 能夠有縮減行程 又或者他們的牛肉現在是可以成長了嗎 再商言商 原因是因為當岸田發現自己的支持度 跌破了三成創新低 大家都認為生活不好過的時候 當然他也是需要好好的來推自己一把 來讓自己的民間有所感受 你有在做事情 回過頭請教賴老師怎麼樣來看 現在想要在強權生存 有人就說像土耳其這個例子 其實就蠻值得研究 土耳其它的一個手法比較特殊 因為美國的在歐洲 歐亞的核武 一個重要的基地就是放在土耳其 空軍基地 土耳其也曾經跟美國關係很緊張的時候 美國想把核武拿走 土耳其不准美國把核武拿走 就控制了這個機場 但是並沒有把這個美國的核武搶走 而是控制住 不讓美國可以移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艾爾多安他的手段也很特別 所以他跟美國就死好死壞 例如說他也曾經加入F35的研發計畫 又投錢過去 但是美國說翻臉就翻臉 那也就是那個F35出來的 不賣給這個土耳其 本來按照規定就是加入研發計畫的 都是優先獲得 按照你的比率 可以排列優先獲得的順序 但是他就取消 甚至連F16都不願意賣 本來當時的交易是說 好 那我F35不給你了 我就用F16 後來連F16都不肯 那土耳其就跟俄羅斯的關係就改善 讓俄羅斯的軍艦 在進出黑海跟地中海之間 就暢通無比 所以土耳其他常常玩這種 兩手的一種策略 來去兩邊來獲利 有時候跟大陸也是一樣 有時候對於這個大陸的 這些基本交易派的激進主義 分離主義 有時候就會有一些暧昧的關係 但有的時候 他又跟大陸又改善關係 就時而緊張 時而恍合 這樣子一個不斷的在玩 不過玩到今天為止 我們也沒看到給土耳其 帶來多大的好處 因為他的經濟到目前為止 還是很不理想 由於他的這樣子 一個不斷的變化的情形下 土耳其從中國這邊獲得的 觀光 旅遊的克服量 也沒有很大 因為變化太快 那這個就不穩定 不穩定 觀光旅遊就不容易做 我想這個對於土耳其來說的話 他是一個強權 但是並不一定給他的國家 帶來實質上的利益 好 我叫埃爾 這個艾班尼斯倒是比較特別 艾班尼斯他在澳洲在經濟上 其實是更依賴中國 而不是美國 但是他在安全上卻依賴美國 可是我們不解的地方是在於 澳大利亞在歷史上曾經有被攻打過 沒有錯 可是那是被日本 並不是被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歷史上 從來沒有侵略過澳大利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地緣政治上 中國大陸也不會對澳大利亞 構成地緣戰略 或是地緣政治上的威脅 而澳洲的不安全感 不知道從哪裡來 然後卻在安全上 完全依賴美國的情形下 你看到他在外交上 就幾乎配合美國在走了 當美國跟中國大陸關係搞壞的時候 澳大利亞跟中國大陸關係就搞壞了 這一壞就壞了7年 也就讓澳大利亞的經濟一落千丈 對於澳大利亞的人來說 過小康的生活不需要中國 但是想要過富裕的還是需要中國 現在的澳大利亞想富裕一點 當然就需要恢復跟中國的 關係的正常化 可是他要恢復跟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 他還在考慮美國的感受 你看他就是兩牆之間在拿捏 這一次艾巴尼斯經得起考驗是因為 他去大陸之前先到美國去 到了美國拜登要求他表態 說南海菲律賓的問題 你要站我這邊 而我的軍事希望條約 就是要跟中國大陸對抗 艾巴尼斯說談判解決 美國的做法就是不用去國會演講了 本來是國事訪問 最後國會演講就沒有了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也就在給澳大利亞施加壓力 我個人推斷 後面美國會繼續 去給澳大利亞施加壓力 破壞中澳之間的關係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要繼續請專家點評 好 我們剛剛講到的中澳關係 這一回艾巴尼斯見到的習近平 也邀請習近平來澳洲訪問 同時大家就講了 重點在經濟 原因是因為你看看 上一次 當他整個市場不見的時候 你看 葡萄酒馬上法國 美國就去接收 牛肉的部分 也是紐西蘭美國去接收 所以大家就在講 經濟是很現實 現實是很骨感的 來 博士 澳大利亞絕對被背叛了 他跟著美國反中 美國取消了葡萄酒訂單 跑去美國買 取消牛肉訂單 跑去美國買 取消古物的訂單 跑去美國買 他是什麼 還有龍蝦 還有龍蝦 跑去買博士龍蝦 對 剛好美國都有 他幫美國抗中反中 搞個老半天 美國抄他後腿 這是什麼局面 如果你是澳大利亞的老百姓 你簡直實在是揪心 揪心 怎麼會有這種兄弟對不對 被火插到 中國大陸現在很成功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 既是工廠也是市場 工廠往外擴張外銷 然後市場增加進口跟內銷 讓全世界的供應鏈 跟中國緊緊的綁在一起 這個總體戰略不只是一帶一路 是好多帶好多路突然去擴展 這樣會使得美國想要封鎖 大陸的所有的計謀都會失效 這是習近平最重要的戰略 美國不是要脫鉤鍛鍊嗎 他只能最後找到一個小小的 晶片來鍛鍊 請問你 中國大陸做不出來嗎 美國都開始緊張了 指控台灣有廠商在幫大陸蓋廠 指控艾斯摩爾有技術輸出 跟我們國安局局長什麼兩樣 恐怕有人幫中國 恐怕技術什麼樣子 所以美國也是什麼樣 卑躬蛇影 那這中國大陸製造效果 就很成功了 你看所有的日本企業 不是跟中國搞得不太好嗎 進博會他來了最多 但是有個地方來了最少 台灣去了進博會廠商 減少了80%只剩下兩成 所以台灣是不想賺中國大陸的錢 台灣都有義氣 就是兩國互不隸屬 錢鈔票互不隸屬 我們就是不賺大陸的錢 怎麼樣 有股氣吧 現在蔡英文實在領導台灣 往這段路上走 我們是背道而馳 可是美國又不買我們台灣的東西 所以現在怎麼辦 美國不買台灣的石板驴 不買台灣的農產品 不買台灣的水果 那現在怎麼辦 就叫我們台灣的軍人自己吃 所以我們台灣的市場 是變成自己的市場 但是眼看著中國大陸市場 變成全世界的市場 到底誰會贏誰會輸 一看就知道 好 我們等著廣告回來 邀請帥將軍 來幫我們做最後的總結 好 美國還是參加了上海金博會 但這一回在防務上頭 美國防長奧斯汀最新要求 中國應該派一個新的防長 來跟他會面 請交帥將軍 因為美國在大國博弈裡面 他就講究一個什麼東西 都要在他的管控之內 進進退退 譬如說科技戰 他有利的時候就拼命壓 經濟作戰不行的時候 又放鬆一部分 但是唯獨一樣東西 軍事作戰不能冒險 所以他希望你有個防長 能夠穩定的跟他來溝通 產生熱血 因為戰爭一旦打起來 就是叢林法則 各位要聽到 這個法則是非常殘忍的 誰的拳頭大 誰的胳膊出 非把你幹倒為止 像以色列這個例子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美國軍事一去 以色列本來軍力就強 他這個時候 不管你全世界誰譴責他 召回大使他都不理 因為戰爭一開打就不容易收手 所以美國為什麼急得要 大陸的防長出來 我上次在你們節目也講過 大陸的防長不太容易產生 第一個你是得習近平的 這個得力幹部 了解習近平的戰略構想 第三個 對外有涉外經驗 對內有掌握建軍的能力 這種人才很少的 所以你說 中國大陸會為你美國的要求 匆匆忙忙產生一個防長 我覺得代理的防長很可能出現 對不對 所以也不能說 你要我了我就生一個 生一個將來 不是那麼容易罷免的 所以我講的東西 你們要了解美國的做法 就是一切要在他管控程度之內 進進退退 所以要不然看不懂美國的局勢 怎麼一邊要跟人家好 一邊又跟人家捅刀子 因為他四個戰場 哪個戰場有力他就拼命下手 哪個戰場不力他就往後說 第三個 玩中間兩邊討的 要有本錢 澳洲